有些廚具、勞具、食具 沒錯 我一會兒會表演廚藝 大家應該知道林康正曾經在英國 也在香港做過廚房 我跟大家說 我今年53歲 正常識食來講 我真的連內褲都沒洗過 當然你說煮東西 煮食麵我也有 但是我會不會煮東西呢? 其實我真的會煮東西 為什麼呢? 我很多時候 譬如你叫我做肉餅 我真的不知道 你要上網看 但我一做出來就好吃了 因為我有心機 因為我不是每天都做 好了 我一會兒當年要表演一道菜 啤梨廚房 這個節目叫家庭主婦 珍手白味 或者我們後面的後面應該要轉一轉 對 給我一瓶飯 我們在表演廚房之前 大家記住 我們現在這一節 我有很多訊息要說 第一 2月15號初四 我們在初四跟大家拜年有一個特別節目 林匡正還沒有在群組上覆蓋 但是大致的網 那天我開始說是初四 是嗎? 是的 那些團友都可以了 我們在競科金曲 《牛年新春賀歲版》 就會在初四導出 我們現在正在選歌 為什麼選歌呢? 因為之前我們這麼多集 聽他們說我們唱了幾百首歌 當然了 15集的聲音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練 所以我們會在那幾百首歌裡面選 我想大約是平時我們在表演的15首歌 那天就送大包了 起碼25至30首歌 彈到你死為止 哇 那不是唱很多首嗎? 看看怎樣 起碼這麼大包 我想過年我們出不到拜年 限聚令等等 Anyway 希望大家支持這個節目 如無意外就會在初四出的 OK? 是Live Show 好了 羅宋湯 我跟大家說 我是很真心跟大家說 特別是現在 如果做飲食業有困難的朋友 你們相信我 這個羅宋湯真的可以救到你 它未必可以救到你全部 但是會幫你 真的會幫你多少 因為我深信你這個羅宋湯 這個通粉餐 你賣48元也能賣到 你不要只是早餐 人家吃過 當然你一開始就不要這麼貴 那羅宋湯呢 真的很誇張 我幾千包竟然在兩三天內賣完 大家聽清楚 最後600包就明天應市 一般來說以我們的經驗 它是下午五六點才來的 所以你早來也沒用 我也不會因為59元包 也不會先入錢、留貨 因為那個admin工作太大 OK? 大家如果沒有喝過的就適量買 就是買兩三包 因為其實每一年都會有貨 就不用每個 因為為什麼買得這麼誇張呢 其實上個星期 我平均的客人每人都買10包 有些100包 這樣買法 那你怎樣也會死 其實你喜歡喝的買兩包三包 買朋友的五包 什麼都夠了 那你600包就應該是夠應市的 那你會說我會抓到你有沒有 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那我想你明天無論如何 是五、六點後上來 或者是後日上來 早上都應該有的 OK? 這個羅宋湯我真心跟大家說 沒有人說不好喝 一流 好了 我們的靈芝 我不再說它有多奇妙 OK? 最重要是100包吃兩三個月 也賣得便宜 298元 我跟大家說 在農曆四月 所以新曆三月前 他都不會有貨 因為停了 有些運輸的各樣 有些包裝 現在我手上 應該只剩下200多盒 如果家裡有存貨的朋友 就不用拿著來買 但如果家裡快沒存貨 我計算數 因為有些人一家人吃 每人兩包 很快就吃一包 那就要上來買了 靈芝包子 很多朋友的案例 你有空看見 自己開啟時可以說一下 其實真是神奇到不得了 神奇 我也說不要說別的 只是好睡了 我已經覺得值得了 更何況 什麼鼻敏感、濕疹等等 都能幫忙 當然有些朋友懷疑患腫 我更加希望他們 起碼能夠增強免疫系統 去打這場硬仗 最重要是樂觀 我有個網友熟的 上台說太太 剛剛化驗了 切割了之後就說 五成機會都是壞事 那他就很倒楣 昨天才收到消息 我就跟他說 喂 他因為昨天收到這個消息 他的兒子七歲而已 當然會很惡言很錯愕 但是人生就是這樣 我不是說你太太一定有事 她可能沒事 也要化驗完才知道 但是你首先要自己 一剎那 你亂一天兩天不要緊 然後你就要聽起胸膛 因為你都倒楣 你老婆哪有力量去和病作戰 聽起胸膛 人生不如意事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剛剛買了樓 準備去外國 兒子七歲 就有這樣的事 我也很痛苦 但是你一定要振作 以及心情要樂觀 如果真的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也好 你首先要心情樂觀 因為你的心情就影響了 就是這件事的發展 在這件事的發展 所以零之包子你們都可以揹揹 本來我今天示範 波野獎的按摩關節示範 稿是這麼寫的 但是我不會在這裡示範 明天先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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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這部機器不只是舒適 原來有某一程度的治療作用 很多朋友說用完之後走樓梯都沒有那麼痛 用的時候舒服 所以我示範很簡單 就是內側上面和外側膝頭 你都要按摩 就不要只是按摩自己平時痛的地方 好了 接下來就是 這個重要了 我因為我們是超過預訂了那些盆菜和佛雕場 所以其實我是多下一手貨 用來滿足 不是滿足 用來還債 有些都還不及 比如當時的那些都還不及 欠了很多貨 現在我手頭上面 就還有兩個盆菜 兩個而已 今晚那些 阿力、林康正、水王 全部都把自己拿回去 為什麼你們不拿呢 我告訴你 以我的性格我忍不住 我會賣過去 一個變二千元 我為什麼要這樣留給你們 有兩個盆菜 還有二十個佛雕場 我就不準備在這裡接受你們的任何 什麼入錢 沒有的 明天上來買 隨緣 總之二十個佛雕場 還有兩個盆菜 我是特別推介這個盆菜 因為吃得開心一點 我喜歡佛雕場 但佛雕場就沒有鵝掌 好嗎 林鄭 你知不知道 金湯刺 你真的在外面吃 例如你去新同樂吃 一碗都六七百元 你知道嗎 我的網友 都發給我 我忘記記錄他們的WhatsApp 你只是那些刺 你叫我老婆拿我的手機給我 我只給你們一張相片 金湯刺裡面的牌子是刺 你也不要扯掉 那些佛雕場的份量 如果在外面吃到 一個人都六七百元 我告訴你 我也說有些便宜的佛雕場 我可以買一九九 都是有海參有鮑魚 真的不是那些味道 那些罐頭 裡面有西蘭花 不知道什麼 而且他都不是乾包 他都不是乾包 他都不是乾包 巴心似土都不齊 我看著 他也要398 我先看看誰 有個網友 發給我 我真的很想回答這些計势 因為 你們吃得開心 是我的更快樂 多少人想 嘩 你只看林鄉正 你看那些刺 嘩 大家看不看我 這個不知六七百 大家看不看那個刺 你看那個牌刺 中間那裡 中間那個頭刺 多大 中間那裡 中間那裡 所以 我這個品牌 我亦都會 因為怎樣選擇 正式做呢 我用品牌 起個名字 商標設計 包裝 我就會用回大陸的包裝 因為如果鹽雞重新包裝 我怕我的品牌 就是我做到 後年 後年 後年還未可以 所以我會全部用正體字 以及改名字 就算了 我現在想過兩個名字 第一個就叫佛少祥 是 即是祥少 又很少老套 一旦叫佛跳祥 但如果我買佛跳祥 就很麻煩 嗯 我想過不如叫前大媽 不如叫馬大爺 是 或者馬巴巴 馬巴巴 馬巴巴 不好 好 瑞士乃爺 好像馬雲一樣 是嗎 馬雲也叫馬巴巴 對嗎 其實簡單來說是馬記 也好 老乾 無論如何 還有二十個佛跳祥 只行走進 兩個盆賽 我知道一定有網友 你也不賣給我 其實今天才能寄下來 是剛剛 因為我們要 其實我們裡面 我們是寄了不止二十個佛跳祥 我們寄了七十八個佛跳祥 因為那些是欠人的東西 要還 很難 好了 然後我們再放幾個盆賽 你有位置就放 他們放了四五個盆賽 我的同事也要吃 現在就有兩個剩 這個盆賽是絕對一流的 好 第二 做些什麼花雕、雞翼 什麼都好 最重要是肉 不要老、不要粗 要亂 要滑 要滑 這邊 認得不夠 最清楚 你看到肉 就不會是 粗粗粗 開絲、開叉 那些 不要弄到老了 最基本的兩項要求 入味 肉亂 它都做到 正所謂的 就叫做好吃的雞翼 糖 酸